香香 我们又见面啦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非常奇葩的梦 就是梦见之间 满头的头皮鞋 头发油油的 特别丑好鬼心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就赶紧去许个头压压经 刚刚把头发吹完 就上来给大家见面了 头发还没有完全吹干呢 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 这句说出来都会觉得特别的好笑 今天温度降了好多 刚好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件线衫 因为天气太热了 买一直没有拆 所以今天我打算把这个包装拆一下 试穿一下 看一下好不好看 就是它啦 女人最高兴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就是拆包装的时刻 我这个人平时比较节约 买点好吃的呀 或者是出去吃饭呀 我就特别不舍 但是把衣服的话 我觉得我们舍得每个月 近乎都要买一件衣服 看到好看的衣服就忍不住 喜欢漂亮的衣服 这可能是女孩子的婚礼吧 没办法 我身边其实挺多好朋友 都是这样子的 看到漂亮的衣服都收不住手 忍不住要剁手啊 这是一件这种姜黄色的开单 看模特出来还是挺好看的 挺有气质的 而且姜黄色的挺显白 我来拆开来看一下啊 这件衣服整体还是挺货的 材质感觉还可以 软软的 偶像花了 98还是89块钱 我也忘记了 反正这件衣服 花了不到100块钱 我来试穿一下上身 看一下效果 穿好了就这个样子啊 我看模特是单村的 所以我也单村 其实里面就是 配这件那个吊带裙啊 背带裙啊 都挺好看的 外面正把它当成这种小外套村 挺优雅的 其实它本身这件衣服的颜色 是一个深姜黄色的 但是由于我家里的这个光线不太均匀 所以照出来稍微有一点偏白 总之价格也不是很贵 不到100块钱 感觉还是挺好的 我下面配的一条一条 扩带的牛仔裤 穿上这个扩带牛仔裤 再配上这件姜黄色的衣服 感觉还挺休闲的 反正也很舒服 在家里就怎么舒服 就怎么穿吧 再敲个二郎腿 我就是这条街最亮的妞 好了不开玩笑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谢谢大家对先生的支持